大家好,最近不少朋友移民到日本经常问,如果日语不会,那么在日本有什么生存赚钱的方法? 其实日本是一个非常日语生存的国家,法律健全,没有这么多行政干预,只要你努力肯干,再动一点脑子就可以过得非常很好。 比如说,现在有不少华人购买山林,山地,自己种植一些日本超市没有的蔬菜,乡村,莴笋,香菜,这些东西,然后拿到华人超市,或者是你加一些华人购物群,那么在群里这些东西就可以消化掉。 在日本买山林并不贵,有的时候二三百万就可以买一个山,有了山你就可以在上面大量的种植,还可以养一些禽类,比如说走地鸡,猪等,放到华人超市去卖。 有一些山林天然有竹林,那么到春天还可以挖笋,华人就可以吃烟肚鲜这些油焖春笋等好菜。 当然这个种植山林有一个问题就是劳动力,在日本最缺劳动力。 我们很多华人在国内一般是没有做过农活的,那么完全自己做可能比较麻烦。 你可以雇用一些日本的老人,退休老人,日本很多退休老人身体也硬朗,想做一些工作锻炼身体,可以承包给他们,或者给一些食给,这也是很好的。 还可以到河哥山等地去承包一些鱼塘,养殖海参等,出口到中国或者在华人超市内自我消化。 有一些河边还有河蟹,有不少华人去打捞,还有华人去钓鱼,日本这个带鱼,然后各种钓鱼等,也是很受欢迎的。 如果你自己做菜,做饭,做面食,点心很在行,你也可以在家里,比如说包包子,做饺子,在华人群里销售。 我看到有很多福建人,他们做福建特色小吃,比如说海利饼,紫薯条等,那么销路也是很好的。 当然为了你销售合法,可以去办理卫生许可证,在日本办理卫生许可证,并不像国内那样麻烦,也没有行政过多干预。 有一些可以在网上完成小时课程,就可以拿到证书。 比如说有些华人善于做卤货,北京烤鸭,卤排骨,卤鸡等,都可以销售,都可以销售。 还有一种代购,以前传统的代购是日本的商品拿到中国去卖,前几年非常流行,比如说日本的化妆品等。 近年来由于中日间,这个交通不是很方便,由于上海那边动态清零很多,集装箱不能入港,这条路就比较麻烦了。 但是在日本国内,你也可以代购,比如很多年轻的学生朋友,没有汽车不会开车,你可以在华人群里接单,帮助他们去美国大超市,华人超市购物,沿途给他们赚起一些手续费。 这也是一种代购的方法。 还有一种就是日语叫再生资源回收,前几年非常流行,就是日本的一些工业废料,比如说废铁、废铜等。 当然现在国内的政策不允许,有垃圾进入国内,但是你可以在日本进行二次加工,提炼出可用的东西,把它作为商品出口到中国。 这个也有很多华人干的已经发了财,买房,买车等。 还有你可以学一些装修的工作,这两年在日本很多华人买房,有一些比较脑子灵光的华人,他们会买一些比较老的房子,比如说厅屋等,然后自己进行改造。 因为日本的手工费非常昂贵,如果日本的装修队,内装等要收取很高的费用,但是华人的装修队就相对便宜一些,这个也是一条非常好的发财之路。 还有就是做卫生清扫,因为不少华人经营民宿旅馆等,你可以接很多这样的客户,当你自己做出经验,有这么一套可以很快的打扫好卫生的经验之后,你可以再成立一个派遣公司, 招聘很多这方面的华人,把他们分配到你认识的民宿旅馆等,这样你可以收取介绍费,也可以现在有不少华人家里急需保姆,你也可以做介绍保姆的工作。 当然如果你做饭很好,开一个餐馆也是很好的办法,在日本开餐馆的成本非常低,主要是你要找到一个很好的物件,就是开店的地址,要控制房租。 房租控制下来,只要你找到好的祭典,日本人一般有喜欢在外吃饭,喝酒的习惯,开一个小店也是很好的谋生手段,特别是它没有各种政府行政干预, 你只要做好卫生,把精力放在怎样提高你的菜品上,多集一些回头课,慢慢的做出口碑,尽量让你的餐馆有复制性,这样在一个地方做成功了,你还可以到别的地方做。 我觉得华人开餐馆不一定把思路仅仅局限于中华料理,其实中华料理可能是最复杂的一种餐馆,因为菜品过于多,难以复制,客人来了,点一道菜,你就来了客人就要炒菜,来了客人就要炒菜,难以复制。 我觉得比较方便的餐馆,比如说烤肉店,很多日本人的烤肉店就是准备一些烤炉,这样客人来了,你给他切好肉,客人自己去烤,当然烤肉店的要点是要配酱,这个烤肉酱很重要,把这个问题克服了,是很容易复制的。 还有烤串店也是很好的,这个都可以事先准备,客人来了点的时候,你就直接拿出来烤炸,就可以,非常方便。 另外在日本所有的餐馆里,必不可少的是咖喱饭。 咖喱饭是又受欢迎,又好容易做的一种菜品,只需做上一锅咖喱,然后蒸上一锅米饭,客人来了就可以提供,有的时候里面可以放一些牛肉,鸡肉等。 还有乔麦店,乌冬店,这也是比较方便的店,不一定非把思路集中在中华料理。 在海外,欧洲,欧美等,日本料理是很高级的感觉,比其他餐馆昂贵很多。 但是在日本没有这样的概念,日本餐馆也有很多庶民料理,那么中华料理,东南亚料理,比如说泰国料理,还有印度料理,意大利料理,都是平级的,都非常受欢迎。 与其你做非常高大上,很昂贵的菜品,不如做一些接地气的庶民料理,比如说上班族下了班之后,和同事喝一杯,点几个小菜,然后同学,情侣出门一起吃饭约会,做一些这些,不要一上来就想高大上这样。 日本人他们做餐馆的思路就是滚雪球,先做一家小店,受了欢迎,再慢慢复制,应该是很好的。 以上就是我介绍的一些比较简单,不会日语,在日本也可以生存之道。 如果你还有其他的建议,可以在评论里指出。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,请关注,点赞并添加小铃铛。 我更新的时候会及时提醒您,谢谢,再见。